但是就在不到十年以前 在纽约二号 我在东京 那一天挂了 因为我去东京是正好带着 您刚才说的我们的演员 我说虽然没有剧本 但是我也可以先带着他去 看看我们将会拍摄的场所 我们可以一起去梳理 我们究竟要拍出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但是六月二号东京开风 下了大雨 我本来是说前一天六月一号跟我太太说 我说明天估计得取消 可能这个行程是不行的 但是最后在我们共同的某种坚持 甚至是某种不可思议的那种巧合之下 我们完成了我们想做的事 六月二号在台风天里 在不可思议的漂泊大雨之下 我们骑着自车 真的还是完成了我们预定的行程 我们去了东包天长 我们去了下辈子 最后我们回到此外里的没有座位的靠窜 店里去吃靠窜 大概有五十分钟的时间 那个雨大到 是难以想象的 我觉得我们整个人 我们整个人都是泡在水里的 真的就像人鱼一样 然而他给了我某种情事 我相信一定也给了一波某种情事 就是人鱼 无论怎么样 他会去到他的目的地 太好了 谢谢